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Nanako 歡迎回到女子車聊 如果你是電動車迷的話 你應該會覺得目前台灣可以選擇的 純電動車款真的太少了 不過呢 現在你有個全新的選擇 也就是英國豪華車廠Jaguar旗下的 第一台量產純電動車款i-PACE 那其實我覺得Jaguar它還蠻有遠見的 它的第一台純電動車款呢 就放在了它的PACE Family 也就是跑車型的SUV家族裡面 所以說可以是結合了現在 純電動車還有SUV這兩個趨勢 而且還拿下了2019車款 年度風雲評比最高的這個殊榮 所以如果你對爆哥來勢洶洶的i-PACE有興趣的話 別忘了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這次i-PACE導入台灣的編程 總共有兩個版本 分別是EV400S還有EV400HSE 不是SHE喔 那價格的部分呢 分別是333萬起還有377萬起 那這兩個價格呢 其實都已經扣除了電動車的貨物稅 21萬的部分 那麼呢 身為一台電動跑旅 大家一定很關心它的動力跟性能到底如何呢 i-PACE它搭載的是四輪傳動系統 最大的馬力來到400匹 扭力的部分呢則是696牛頓米 車重呢2.1噸 那它0到100的加速則是4.8秒 那通常電動車大家最關心的 也會是續航力的部分 那i-PACE它的續航力最高可以達到470公里 不過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一點的地方 因為目前通機對手呢 在台灣可以選擇的Long Ridge版本 續航里程有超過500公里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看外觀的部分 那i-PACE它承襲了整個PACE Family成員的 跑格協同 可以看到車頭呢 是採用王格的水箱護照 搭配引擎蓋上面流線的肌肉紋理設計 為的就是能引導氣流通過車頂 追求最高的行駛效率 再來呢也是一個我覺得很有特色的地方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的門把其實是做成隱藏式的 就是跟車身齊平 同樣呢是為了確保氣流可以更順暢的通過車身 而且我覺得這樣的設計看起來 也多了一份前衛的感覺 輪圈的部分呢 為了滿足熱血的跑旅風格 那i-PACE它有提供18、20跟22寸的輪圈選擇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這個DRAGO它的LOGO紅底上面有一隻豹 再搭配這個輪圈真的非常的霸氣 而且呢在路上看起來非常的特別 來到車尾可以看到後擋風玻璃的坡度算是比較緩和的 但車廂有微微上揚的一個腰線 就是前面說了這麼多說到這裡 大家應該也知道是為了什麼吧 沒錯就是為了速度 那麼i-PACE它身為一台SUV 後行李箱的空間也是很重要的 那容量的部分有656升 但是因為i-PACE電動化的驅動系統 讓它擁有超過同級車款的車室空間 因為前引擎蓋的下方還有27升的空間 應該至少可以再放得下一個後背包 好的接下來我們就進到駕駛艙來看看吧 我真的好喜歡這個美洲豹的LOGO 而且它不是2D的是3D的 非常的有質感 是做成一點霧面的金屬感 那在內裝上面呢 其實我一開始擔心它會不會像PACE家族裡面的e-PACE一樣 可能在內裝上面比較低調樸實一點 但其實i-PACE它的內裝相當的有科技感 甚至把把手這邊跟按鈕做結合在一起 除了設計感以外也很有跑格風 後座的部分呢我們剛剛實際做了一下 它的後座空間老實說並沒有特別的優異圖書 但是座椅的部分做起來是舒適的 再加上天窗的部分 這次i-PACE的車頂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黑色的對比塗裝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全景式的玻璃車頂 如果是我的話當然會選擇全景式的玻璃天窗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 因為有天窗的話就是可以讓整個後座車室空間看起來更寬敞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對i-PACE 也就是Jaguar旗下第一台量產的純電動車介紹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喜不喜歡i-PACE還有美洲豹 我個人覺得很巴西很可愛 也別忘了訂閱女子車雷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是娜娜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